罪鬼阿勤 講的是 當我們作者喜歡投入執著的事 是彷彿成為一個載體 沉溺在迷幻的狀態中 又像一個觀察者是自己 又不是自己 真的寫到音樂人的感受 謝謝清風 清風的文字總是能溫暖大家 日前公開新專輯 馬拉美的星期二完整歌名集曲目 吳清風特別邀請 十二位跨界之人手聽新歌 也送上手寫信表示感謝 我剛剛聽的就是催眠大師 催眠大師講的是在創作的生命中 他人與自我的催眠以及覺醒 剛剛聽的歌曲名稱是 千語千尋 千語千尋講的是尋找 尋找自己 尋找自己是什麼 叫什麼名字 因為彼此的作品 真是覺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老頑固博士 老頑固博士講的是煉金 在生命裡為了執著的事 不停地將自己拋進危險 卻宜蘭製的 認識這個學生 真是我這一生珍貴的禮物 我剛剛聽的是當幽靈失靈 當幽靈失靈講的是自己的過去 回憶變成了夢魘一般的存在 中法少女講的是心中有一個信仰般的存在 對我來說那大概就是創作這件事 我覺得好感動喔 我剛剛聽的是睡美人 睡美人講的是創作有時會不被理解 即使看似乘風沉睡 或許會在未來某一刻遇上知音 晚安是一句簡單 卻有深深陪伴與祝福的話 老同學晚安 Thank you 金峰2022 喔 太感動了 不僅由職人揭曉歌名 每一首歌更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音樂人合作 像是小野莉莎 大橋三重唱等 跨國合作所孕育出的 瑪拉美的星期二 會帶給大家什麼樣的驚喜 粉絲們等著好好感受 滿全樂綜合報導